香港第五波疫情形势严峻 每日确诊数持续在高位徘徊 日前香港特区政府宣布将伊丽莎博医院设为定点医院 专门收治新冠肺炎重症患者 3月15日中心社记者在伊丽莎博医院中看到 除了步履匆匆的医护和忙碌不停的转运人员 这里与往日并无不同 甘愿骨科部门运作经理黄建一告诉记者 随着新冠病人逐渐增多 早在两周前自己下辖的9个骨科病房 就开始改装为专门收治新冠患者的病房 目前改装已完成而收治工作也正在进行 只是可能在五六个钟头内你接收30个急症室的症 你可想而知那个压力是很大的 我记得第一晚病房转身 我们所有同事其实是留到凌晨12点的 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晚上只有两位护士 没有可能接收这么多新症 所以同事可以留到的都很自发地留下帮忙 这件事是真的很感动的 你看到那些同事他们是完全没有怕辛苦的 在拥有30多年一线医护工作经验的黄建一看来 与收治普通病人不同 收治新冠患者绝非易事 每一个步骤流程都需斟酌再三 精密筹划 马虎不得 他欣慰地说 在同事的共同努力下 进来医院的收治速度和效率都大幅提高 因为下面有几百个病人 你安排谁先入院 你可能又要做一些牌板 记录 又要找人运送 要锁电梯 各样各样又要遵从感染控制 其实要上到病房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但是经过这段时间 不停将大家遇到的问题 再拿出来谈 再将流程去优化 是真的快了很多 经过两个星期 大家的历年之后 我昨天收了60个症 其实已经在四五个钟头里面 就已经完成了 所以你看到同事 是不停在过程里面学习的 不停是进步的 他们的斗志是很高昂的 随着收治新冠病患数的大幅增加 医院中几乎所有专科病房 都已转为接受新冠病人 对大多数医护人员来说 除了急剧提升的工作量 更大的挑战来自于 对新环境与新标准 快速适应的需要 同事其实现在都没有再说 分自己是什么专科 大家都是跨专科 一起去做这件事 甚至乎在苦产科 大家都知道他接收开的 都是人妇 从来都没有照顾过男病人 你想想 他们都可以将病房改装为 一个接收新冠病人的男病人的病房 而且始终这个都是一个需要隔离治疗的病症 在工作流程上 我们要PPE 可能你平日走过去跟病人打针 其实很简单 但现在走过去可能问两句话 其实你都要想过 你的流程应该是怎么做 由于疫情严峻 病人家属也难以到院探访 将心比心 黄建仪身安病患家人的忧虑和担心 于是即便工作繁忙 他会想方设法让患者与家人在线上见面 亦或是将患者信息传达给家属 抚慰家属的心情 我们都是管住这个 事病由亲的精神 我们都会在家属的角度想一想 如果自己的家人你探不到 一定是很忧虑、很担心 同事尽量就打电话 跟家人沟通现在的病情 又或者利用一些电子平台 令到他们可以有些视像的会面 有一段疫情比较平稳的时期 我们也都局部开放一些特别探访 虽然一个礼拜可能家人来得一次 但问题他们都已经是很开心的 为了保障家人安全 医线医护人员一般会选择住在医院宿舍或是酒店 黄建仪坦言 疫情两年来 自己一直奔波抗疫医线 与家人见面甚少 但家人的理解与支持让他既欣慰又感动 他坚信在医护人员的共同努力下 疫情一定会被战胜 期间可能会有老人家生日 你未必可以和他慶祝 大家可能都是隔着平板电脑一起和他唱生日歌 甚至乎我可能没什么时间去买东西 家人都会打电话问你有没有什么物资上的需要 他们都会帮我买 就是好像这个疫症 你想象它好像一个马拉虫 我们每一个人 未必人都有能力去跑一个马拉虫 但如果我们在过程中有人接力 总有一天我们会跑得完 这就是这个疫情 让我们一直在 Kontakt 给我们准备 按一个会 我们会成为 我们会有关系 我们要求我们的